嫂子 谁让那个死老太婆 住在我房间呢 什么死老太婆 你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那是我妈 你呀 赶紧帮她给我弄走 万一死在我房间怎么办 还有 你平时忙 让她住在我房间 你呀 赶紧帮她给我弄走 我就不一定要说她了 弄走 弄哪里去 那可是我亲妈 再说了 在我家住怎么了 还怎么了 难道你娘家就没有什么人了吗 你的兄弟姐妹呢 我是有兄弟姐妹 但是她们这段时间忙 我把我妈借过来住几天 怎么了 就算她们不忙 在我家住 也是理所应当的 你要记住 这里是我家 我想让谁住 就让谁住 我想让人住 谁就给我滚蛋 我告诉你 这个家轮不到你说话 你的家 你才来几天呀 难道你就想当家做主啊 你别忘了 你在这个家 只是个外人 我说妹妹 你这怎么说话的 我和你哥都已经结婚了 既然我和你哥已经结婚 这个家就是我说的算 谁是外人啊 谁自己心里清楚 你已经结婚了吧 嫁出闺女 泡出去的水 你才是个外人 你说谁呢 这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就算我嫁出去了 这里也是我的家 我告诉你 你给我说话客气点 以后回来 有喝 有吃 有住 如果再像今天这样 无力取得的话 以后永远别想定这个门 你行啊你 还想把我给赶出去 你信不信 我哥回来了 我告诉他 行啊 你告诉你哥 你哥回来了 你告诉他呀 我们俩哥在这吵什么呢 有力老远 我都听到了 哥 你哥 赶紧好好管管你媳妇吧 他呀 马上就要上天了 还要把我给赶出去 想想 告诉我 到底怎么回事 哥 还不是因为他 把那个死老太婆 带到我们家来 还睡在我的房间 他现在年纪那么大 身体又不好 万一死在我房间 那岂不是灰气 说什么啊你 我告诉你 那不是死老太婆 是我妈 以后给我说话 我尊重你 哥 你看到了吧 他看看你的面 打我 你可要好好地收拾收拾他呀 你可是咱们家的男人呀 你可别让我看不起你 我说 媛媛 这你嫂子说的没错呀 我干嘛要收拾他呀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呀 就是气管人 窝囊废 咱们办呀 白要活你了 你呀就不配做个男人 你给我闭嘴 我说妹妹 你怎么说呢 好啊哥 竟然你也敢打我 我打你怎么了 你一口一个汤 一口一个汤 我告诉你 我和你嫂子 才是这家里的主人 其他人呀 都是外人 难道 我也是外人吗 爸 你来的正好 他们两个 和我欺负我 爸 我刚才是教训小妹的 你呀 就别掺和了 我没说你呀 刚才呀 你们两个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爸也是外人吗 我可是你爸呀 你个白眼了 我真是 下个眼了 怎么想 你这个儿子 你要说外人呀 你别踩穿他 才是外人呢 我说爸 你怎么也能这样说话呢 小妹不懂事 你也不懂事吗 那里面躺着的可是我妈 怎么就是外人了呢 你也说了 那是你妈 她成病了 就是你妈 住到我们家啊 就是 她好好的时候 怎么不来呀 爸 我妈爸我讲 那也不容易 来我们家住两年 怎么了 人呀 总有老的时候 你说她是个外人 那你也有闺女 你也有老的一天 你也有住在你闺女家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也是个外人呀 儿子呀 我真是白要你呢 你当你媳妇当家呀 这个家 我不在了 我都行吗 我爸你养我她 我容易吗 哥 你看看 你都抱 咱爸气着什么样子了 你看 都这样啊 你还不教训呢 还护着她 你还有脸说呢 这个家 都是因为你 才乱出这个样子的 好呀 儿子 我爸你养大了 是吧应了 连爸你都不养啊 闺女 我去你家 爸 你放心吧 我哥不孝睿 你呀 跟我去我家 行 等等 爸 我这兜里啊 有两百块钱 你拿着花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无数行的 给我两百块钱 我不欠 要我说啊 这两百块钱 你就拿着 你想一下 你闺女 在她国家 过的什么日子 她如果过得好的话 怎么可能 三年两头上我们家来 她在她国家 过的也不如意 她还有一个 不懂事的小姑子呢 天天找圆圆的事 你想想 你在她家 能有好日子过吗 这两百块钱 不是给你干什么用的 是让你做路费用的 咱们两家离的比较远 如果哪天你想回来 拿着这个钱 可以当做路费 这钱我也给你 拿不拿随你的意 爸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是啊 爸 自己啊 好好走步走步 闺女 这你嫂子 说着也有道理啊 那爸 现在怎么办呀 要不行 跟你嫂子 跟你哥 咱们道个歉 那 她能原谅我们吗 这不是是 怎么能知道了 平常啊 他们啊 也没发那大的火 那 行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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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